先把左右支架立起来,前后用脚缸连接,中间用两根带长孔的脚缸连接,连接脚缸用的螺丝都是粗一些的10号螺丝,记得垫上平垫和弹簧垫,机头是放在支架的上边,注意机头方向不要放反,固定机头四个角螺丝用细一些的8号螺丝,不管是汽油机还是柴油机都是放在支架的侧面, 先用四个长螺丝带着汽油机底座的四个角,先不要把四个角螺丝拧紧,然后挂上皮带 挂上皮带之后,调整一下汽油机底座位置,让汽油机的皮带轮和炸草机的大皮带轮保持水平,不要让皮带前后偏斜 调整好位置之后,最后再把汽油机底座四个角拧紧,最后装上前面的筋料斗 黄小明镓,黄掉了一条四个角度,会原因的筋料断